第779集 一个疯狂的想法 这方天地不容许太强的圣灵诞生 但是此时的天下第一 尽管已经年老体衰 气血枯白 但是一身实力呢 却是超过了这方天地的进骨 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下方无数人看来 此时的天下第一 就是一个活着的神话 世间唯一的仙 咔嚓 轰隆隆 两道攻击爆发 实力弱的人 根本听不到这一股爆炸声 因为其声音 已经超过了 众人所能够听到的极限 反而在众人听来 无声无息 砰 在这一刻 不知道多少军士的身体 猛然炸开 以我心 换天心 爆炸的涟漪之中 一老人身体破破烂烂 手臂都缺了一条 此时却是抬眼看向了上空 上空的金色眼睛之中 滴落一滴滴金色的液体 似是血液 金色液体滴落在地上 无数的草木开始疯涨 伴随着天下第一的话语落下 在众人惊惧的眼神之中 天下第一的身体 猛然崩溃了 一道痕迹 从天下第一衰败的身体上裂开 一个青年 从其中走了出来 如同金蝉脱桥 新出现的青年 给人的感觉就是完美 钻出来的青年 看了一眼不断泯灭的躯壳 无喜无悲 唯有看向下方 无数的眼神之中 带着迷茫的人 眼神 才出现了一抹柔和 灭 青年身子开始虚幻 赫然是精神强大到 脱离身体而存在 此时青年的身体上 出现了一抹霸道 整个身子化为了光影 以无法响现的速度 撞击在上空的金色眼睛之上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地 黑暗刹那间笼罩大地 天空之中雷蛇游走 一副天崩地裂的模样 一时间人人惶恐 不断地跪幅在地 异象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仅仅持续了不到几分钟 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到底谁赢了 人力可胜天 师父 我们错了 空气变了 有一种惊人的活性 随着吐纳进入身体中 前来围杀天下第一的舞者 议论纷纷 神色复杂 或许天下第一是对的 我们害怕天地的意志 是因为我们距离它太远了 而天下第一不同 它已经有资格人定胜天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吧 不少舞者都被天地意志影响 此刻却是恢复过来 心里复杂 丁 锤调道特殊物品 破碎的天道意志 一方特殊世界 孕育而出的天道意志 作用未知 锤调经验增加 四亿三千万 丁 锤调道半成品大道功法 元出功 天下第一所创造 一个世界的底蕴 加之绝世天资所诞生 可修炼数十种不同功法 相当于一人内力 同级超过他人 数十上百倍 锤调经验 增加两亿八千万 北风的脑海之中 也传来信息 让北风欣喜若狂 但是锤调经验 就足足有七亿之举 而更让北风看重的 则是这功法的特性 足以让一个人 同时修行 几十上百本的功法 确实不会相互冲突 堪称恐怖 只不过这部功法 还只是一个雏形 并没有框架 而且力量体系呢 也有些不同 但最少可以给予自己 很大的参考价值 至于天道意志碎片 北风也不知道 有什么作用 在天下第一的元神出桥 与天道意志碰撞的时候 北风正好垂掉到了 两者残留下来的物品 就是手中这一颗 苹果大小的晶体 这颗晶体呈现了白色 但内部 却是有着无数的金色丝线 大量悬崖的符纹 环成了一圈圈飘带 在这颗晶体四周旋转 北风倒是对于天下第一这个人 可惜无比 在那一片堪称 第五的世界 修行到如今的地步 其天分之高 简直骇人听闻 要是生在天木星 恐怕就算是特殊体制 也要被镇压 可惜啊 北风没有把握 能够控制这样的人 只能够叹息一声 毕竟自己的旗域太大了 不能被发现 尽管万古天宗有规定 不得询问 谋取弟子的机缘 但是那也要看 是什么机缘了 如果北风的机缘暴露出去 恐怕整个天木星上的 顶级势力 都会发动一场 不惜打碎天木星的战斗 人心这个东西 最是善别 北风不想去赌 原初宫存在于 这颗晶体之中 北风的眉头一条 眼中闪过了一色 藏经阁中 有一部残缺的功法 其原理 与这本原初宫 倒是相差无几 可作为参考 以其融合出来 一部全新的功法 北风的心头一动 想起自己见过的 那部残缺的归原诀 倒是可以与这部功法 相辅相成 归原诀 是让体内的 一种能量合二为一 而原初宫呢 则是可以同时修行 数十步的功法 这看似不同 但却也有相通之处 我已经选择了一部功法 再想要观看 藏经阁中的功法 只能够依靠积分了 北风沉引着 感觉有些头疼 积分呢 现在自己身上的积分 只有一千 一千积分 还是入宗时候 排名第一的奖励 看似一笔 颇为客观的财富 但却对于北风的想法来说 却远远不够 可时间不等人 我现在已经处于 蜕变的关键时刻 看来只能如此了 北风向是下定了决心 直接把天道意志碎片 贴在额头之上 大量的信息洪流 传出到北风的脑海中 这其中记录了 完整的原初功 甚至有天下第一 详细的解释 原 源头 万物的开始 也是万物的尽头 代表了无限可能 而因为天下第一的 那一方特殊天地的限制 整部功法并不完善 在北风看来 那个世界所谓的武林名秀 修为最多也就是 百年境三四层的修为 天下第一的几个弟子 强上一些 堪比千年王两层 而一旦结成了四象阵 更是可以比肩千年王四五层 而突破之后的天下第一 实力已经达到了 万年尊霸主级别 能在一个灵气稀薄 更有天地禁锢的天地修行到 如此的程度 足以让人震动 不过也因为天地的禁锢 天下第一终究是 见识有限 创作出来的原初功 不过是完善到万年尊境界 至于以后的境界之中 更是只存在于理论之中 也就是说 后面的功法 连天下第一 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需要修行之人 慢慢去摸索 北风的眉头 时而皱起 时而舒展 心境也是波澜起伏 两久 北风睁开了眸子 闪过了一道电光 开 北风取出了身份领牌 直接印在一根 密室的玉柱纸上 顿时一股股空间之力涌来 把北风包裹在其中 北风的眼前一花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达了 进入时的山谷口 对 你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